请说出您的诉求 我父亲借我27万多 我母亲给我告诉法庭 我不知道该还不该还 孙先生60岁 北京人求助费刑 债务求分 我想问问母亲起诉你 让你还多少钱 就27万多 这27万是什么钱啊 就是我买鱼鸡水的钱借的 跟谁借的 跟我父亲 现在是母亲把您报上了法庭 对 当时提前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去年10月28号 说不要我这钱了 其实几个月之前 还说不要这钱了 对 所以今天三月份 一下子收到这个传票 您当时什么感觉 挺吃惊的 我感觉就是 我妈现在让我妹妹给控制了 不是我妈的本意 父亲哪一年走的 13年 也就是说这么多年 其实没有人提着 二十七万要还钱的事是吗 对 孙先生说 他们有兄妹三人 这回母亲突然起诉她 肯定与妹妹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那么这张纸条是怎么来的呢 为何母亲突然想要这个欠款呢 这一切都要从16年前说起 我们家拆迁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借的钱 基本买了一个一居室 是谁的房子拆迁的 我父母的房子 你得了多少拆迁款啊 一共得了120多万 其中有我弟弟的120平米 他这有5多万 剩下有98平米多吧 是我父母的 我父母的祷备